还记得在先前狐狸猫生日时收到了一个小盆栽吗? 在学习植物叶子的构造和光合作用的单元后 狐狸猫每天细心照顾植物 把盆栽放在阳光充足的窗台 并且每天认真的为植物浇水 希望植物可以快快长大 没想到这几天狐狸猫却发现叶子变成了黄褐色 看起来不太对劲 赶紧找来狸狸帮她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狸狸看了一眼说 狐狸猫,你浇太多水了啦 植物都要淹死,不能呼吸了 听到这句话 狐狸猫脑中瞬间冒出许多问号 植物也会呼吸吗? 这里邀请你一起想一想 植物和动物一样需要呼吸吗? 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呼吸 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到的呼吸 通常指的是呼气和吸气的动作 也就是呼吸运动 是指将外界的气体经由呼吸道吸入肺泡内 或将肺泡内的气体经呼吸道排出外界的这个过程 例如当有人失去呼吸心跳 急救时进行的人工呼吸 就是帮忙患者完成呼气与吸气的动作 这个部分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详细的介绍 不过黎黎这边讲的呼吸 指的不是呼吸运动的呼吸 而是呼吸作用的呼吸 那么什么是呼吸作用呢? 又为什么需要进行呼吸作用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呼吸作用吧! 还记得在前面学过我们吃下去的养分中 像糖类、蛋白质和脂质都可以产生能量 但是明明吃下去的是养分 那要如何把养分中的能量释放出来给细胞用呢? 所以细胞在立腺体中将养分分解来产生能量的过程 就是呼吸作用 生物会将血液循环带来的养分和氧气 在细胞中的立腺体中进行一连串的化学反应 利用氧气将养分分解产生能量 提供给细胞利用 这就是呼吸作用 所以还记得前面在细胞的构造这个单元中提到 立腺体可以分解养分产生能量 像是细胞的发电厂就是这个道理 可以产生能量的养分 可以是葡萄糖、氨基酸或脂肪酸 但主要型呼吸作用产生能量的来源是葡萄糖 进行呼吸作用的过程 同时也会产生二氧化碳与水等废物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呼吸作用的反应过程表示为 葡萄糖加氧气 转换为能量加二氧化碳加水 了解呼吸运动与呼吸作用的不同后 就可以回到狐狸猫先前的问题 植物也需要进行呼吸作用吗? 这里邀请你想一想 植物需不需要进行呼吸作用? 植物是否需要进行呼吸作用? A 是 植物需要进行呼吸作用将养分分解产生能量 B 否 植物只需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分 正确答案 A 是的 就像动物体一样 植物体中的每个细胞也都需要能量 所以就要进行呼吸作用来将养分分解产生能量 提供生存之所需 植物虽然不像人体有呼吸系统来进行吸气与呼气动作 以完成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但植物体可以利用根部的表皮细胞与土壤中的空气进行交换 或者经由气孔与皮孔来获得呼吸作用所需的氧气 植物根部也因为在土壤中无法行光合作用 所以不论昼夜都只会进行呼吸作用 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 这就是为什么狐狸猫浇太多水会造成植物死亡 当浇太多水时 植物的根部浸泡在水中 此时根部细胞无法有效地和土壤中的空气进行气体交换 根部细胞就没有氧气 可进行呼吸作用产生能量 最后根部细胞会因为缺乏能量而死亡 影响到植物的运输功能导致整株植物体死亡枯萎 看到这里狐狸猫恍然大悟 原来它每天照三餐拼命为植物浇水 竟然造成了反效果 不过它又有新的疑问了 它记得植物型光合作用会吸收二氧化碳 但刚才提到呼吸作用又会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植物也会排出二氧化碳吗? 事实上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出氧气 同时也会进行呼吸作用 利用氧气将氧分解以产生能量 并产生二氧化碳 所以植物会吸收二氧化碳 也会产生二氧化碳哦 不过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 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 作用的时机与部位也不相同 这里请你想一想 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 两者有什么差异呢? 光合作用的目的是制造氧分 呼吸作用的目的则是分解氧分 产生能量 在白天有光时 植物会在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 这时会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出氧气 并制造葡萄糖 这里请你想一想 光合作用需要有光时才会进行 那么植物在什么时候进行呼吸作用呢? 植物在什么时候进行呼吸作用呢? A.植物只在晚上进行呼吸作用 B.植物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呼吸作用 正确答案为B.植物的根、金、叶、花、果实、种子 各个器官中的所有细胞 随时都需要能量来维持生命现象 因此细胞中的立腺体随时都在进行呼吸作用 将光合作用制造的氧分或储存在植物体内的氧分 进行分解产生能量 这个过程会吸收氧气并产生能量 水、二氧化碳 以下关于呼吸作用的叙述 何者正确? A.植物叶片只能进行光合作用 不会进行呼吸作用 B.呼吸作用会吸入二氧化碳并产生氧气 C.植物只在晚上进行呼吸作用 D.呼吸作用进行常所为全身细胞中的立腺体 正确答案为D.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狐狸猫在超市看到水跟蔬菜 水跟蔬菜是将蔬菜种在水里 狐狸猫十分好奇 于是回家查资料发现 种植水跟蔬菜时会在水中打气 你认为打气的目的是什么呢? 欢迎你找寻答案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